夫君进宫后带回了一个姑娘 可巧 我省亲回家也带回一个少年 夫君 他柔弱不能自理 我抢在夫君说话前 好言相劝 他身后的姑娘刚憋出来的眼泪 尴尬的亮在脸上 夫君冷着眼掠过我的肩 落在我身后的少年 笑着说 夫人真会开玩笑 咦 哪的话 我夫君从未觉得我幽默过 先送二位下去休息 夫君对随从说 眼神却落在我身上 我与夫人好好谈谈 他话没说完 我身后的少年立马拉住我的手 眼底一红 姐姐你别离开我 少年的手白嫩却干燥有劲 蹭了我脸上一红 有什么事 夫君淡说无妨 夫君怜起笑意 沉着眼不说话 我犹豫着想抽回手 刚有一点想松开的苗头 少年手上一紧 懒腰从后头将我抱住 哥哥大人有大量 是我不好 是我惹哥哥生气了 谁是你哥哥 夫君语气淡得如寒冰刺人 直盯着少年落在我身上的手 我咳嗽一声 对少年说 要不你先下去 少年扭过头 眼泪空悬 卷着我的衣袖 哼哼唧唧 我要住姐姐的房里 她乃声暖气 小心翼翼的撒娇 真一副 柔弱不能自理 惹人怜 二 书房里 夫君清抹梅子茶的碑盐 架在炉子上 她动作利落 擦拭轻柔转 慢条丝里 温水煮青蛙 是很生气了 妹妹叫什么名字 我问跪在角落里 夫君带回来的那姑娘 切名唤 她话还没说完 夫君一个放碑的声响 吓得她一声不吭 夫人这声妹妹 叫得倒是挺顺口 她的语气波澜不幸 人叫你哥哥 夫君何必气恼 我真心宽慰 总好过一上来 叫你叔叔的 年龄百在那呢 占得便宜还生气 她文言一笑 皮笑若不笑 直呼我大名 李安若 你是觉着为夫如今几岁 说实话 夫君这张脸甚是年轻 尤其穿上飞色官服 起码过长街 惹眼得很 只是她十几岁便一举高中 幻海浮沉多年 喜怒不形于色 诚服写在年少成名的威望上 活像之不露尾巴的老狐狸 虽说嫁给她是荣宠不尽 当时提亲时 我阿爹看着我说 只是我这娇娇 怕是要被她吃死的 连骨头都不剩了 我与夫君门当户对 惊中名望 本该举案其眉 奈何她心里有人 人在深宫 娘娘大气 夫君府一入宫 便赏了一小娘子 眼前跪地的姑娘 别的没什么 只是这张脸像急了娘娘 也不知道隔应谁呢 她是怎么回事 夫君递给我一盏梅子茶 好似谈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我府中不收来路不明的人 我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姑娘 面上一红 难得软着声音 喊她一声夫君 勾勾手 让她耳朵靠近点小声说话 她见我这样 有些意外 眼里一瞬闪过星光 侧过身子 略靠近我 却也不太近 坐直着后背 不过分于你 只是这眼落我脸上 就没一开过了 都是我的错 我气息缠绕着她的耳侧 满是懊悔 夫人但说无妨 她语气好生温柔 满脸写着我就知道 你被人骗了的笃定 为夫自有办法解决 她转眼看我 又恢复那种 胜券在握的自信 我 我扭扭捏捏 脸上却生出些娇羞 贴着她的耳朵 是我酒后乱性 轻薄了她 说完离她远了些 一脸无辜 夫君总叫我 为人阴阳无愧于天 府不坐于地 我是断断不能使乱中气的 她的脸白了又白 疑心自己听错了 手握着茶杯 悬在半空 后角落里跪地的姑娘憋不住 扑斥笑出声 她方缓过神 盯着我一张羞红的脸 面色黑得吓人 三 省轻这事 原先夫君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阿娘不喜欢她 令计的心不在你这 这日子不好过 可不 洞房花烛那夜 她就被喊到宫里面胜 第二天 我前脚刚自个封完宫破茶 后脚就被拆到宫里面见娘娘 娘娘端坐高位 真真是个名动京城的美人 我跪地举着热茶 烫得手都没知觉了 也不敢晃动 茶烧烧温了 立马遣人在灌烫水 反反复复 过了晌午 店前进得只有知了 叫个不停 暑气如热浪 也不见人来求情 婢子对她小声说 前头早散了潮 令大人的马车 早早回府里了 娘娘心满意足 不太轻盈地从高位上下来 站在我面前 俯视我 听闻令计求取你时 尾时仓促了些 连聘礼都没来得及背拳 今儿赏你这不摇 她取下自个头上 有些年岁的不摇 硬生生地插在我发上 助你 年年如昨夜 出了宫门 我就中暑了 直直倒在马车前 再醒过来 以示熄熄凉夜 手上灼烧处 被药膏一点点填补 我睁开眼 以为是自个夫君 却是个婢子 见我醒来 她立马抬头 看向坐在门边的令计 却不敢开口唤她 因为她手里 轻轻捏着娘娘赏 自我的不摇 看得出神 四 当晚我就打包东西回娘家 半路上 被我当王妃的长姐 差人带去了王府 王府悬着白灯笼 在风里打了悬 王爷夜里轰得突然 小姐您快去宽慰 宽慰王妃 阿姐披麻带笑 坐在床头抹眼泪 好一副七七惨惨模样 被老王爷几十个美妾 围着劝慰 等人散了 我才方能走近 坐在她身旁 阿姐 你别太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房门一关 她转头抱住了我 在我怀中 憋不住笑出了声 升官发财死夫君 都是慢慢下的 从来不贪心 老东西死得极惨 突然被暗杀 人就倒在我门外 阿姐指了指门口 莫 就那个门 话音未落 风影一动 吓了我一跳 行刺之人 婴孩藏在府中 阿姐在我耳边说 那剑法 诡诀的吓人 明明已经一招致命了 却还悠哉的 像雕花似的剑条命门 虽说老王爷轰得突然 可这并不影响 阿姐开袭的速度 还是娘娘准备的稳妥 世子侧过脸 对阿姐说 这哪叫准备稳妥 热闹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王府有喜了 那还是世子指导有方 阿姐客气推托 世子生得清冷 文言也没甚表情 只是不露痕迹的 低声说了句 这丧服穿在娘娘身上 好生美艳 无欲无求的语气 说着浪荡聊播的话 我在下座 不敢乱动 眼睛无处安放 只得落在我对面 名奏丧月的少年身上 这少年 所那吹得像过年一样热闹 妹妹若是看上了 可以带回房里 阿姐语气娇娇柔柔 打赏过了的 那哪呢 她看起来尚未弱惯 太嫩了 我是那样的人吗 姐姐 房里 少年手持索娜 身着丧服 一脸清纯 我咽了咽喉咙 你 你今年几岁 姐姐是嫌我年纪小 少年小心试探 皱着眉 委屈的说 我我我 我连忙打断她 我只是觉着 你年纪轻轻 就出来吹索娜 不容易 姐姐放心 我打小就喜欢吹索娜 她小脸微红 轻壳一声 索娜一响 不是升天就是拜堂 我就喜欢这玩意 我只是灌了两大口酒鸭精 不过 这酒好像不太对劲 燥热 你还会吹些什么别的 我捋一捋并边的碎发 却不小心蹭落了 发际上的白海棠花 她眼明手快 稳稳接住 只副轻柔花苞 抬眼看我时 纯情至极 经不起一丝撩拨 是这酒不对劲 哎弟弟 你这手挺滑 我顺手接过白色海棠花 脑袋昏昏 哎不对 弟弟你手心 这怎么有点粗啊 我用力一摸 睁开眼一看 少年的左手 无名指下方有处剪子 从小握索娜练出来的 他符吻我的肩膀 不敢愉悦 哎不对 弟弟这怎么黏糊糊的 我扶在他肩头一闻 他身上一阵血腥味 他眼明手快 吹灭了烛火 不让我看清 姐姐 还想听我吹别的什么 我 我灰声灰色的 与夫君描述了这段索娜奇遇 听得跪地的小娘子 直接盘坐 咽着口水 他真有 话到嘴边 瞥见一旁我夫君的脸色 如此出色的音乐天赋 竟能将索娜吹得如此动听 当晚 令吉就让少年空手着我那屋 对着冷砖吹索娜 以表对老王爷的哀思 我躺在令吉书房的床上 听着不远处 想我老半天的索娜 心里一阵心疼 令吉坐在离我大老远的地方 正经危坐 手捧书卷 目不斜视 夫君 他掀起眼皮看我 我轻声软语 我仔细听着 他这唢呐吹得也不咋地 他挪开目光 我听得到甚是悦耳 外头唢呐声突然停了 不一会儿 进来一鼻子道 大人 郎君他吹晕过去了 哎哟 我麻溜了从床上下来 令吉一个眼神 冷得我把脚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又一鼻子进来 大人 郎君醒了 说难受 想见夫人 难受就请大夫 请夫人做什么 他面不改色 翻了一页书 我缩回被子里 头却忍不住往外望 被令吉抓了个正正 他瞥了我一眼 想一回目光 却停在我不小心滑落的肩头上 只停了一瞬 转过头 握着书卷的手指 微微曲了一劫 这回就晕了 多少有点虚他突然调话 扬起眉毛扫了我一眼 似笑非笑 夫人 想来是我的错 原是我那几日让他吹多了 有些头晕了 我小声辩驳 他耳力向来好 翻书的手一顿 抬眼看我 笑要把我看穿 王爷轰得突然 我也好生难过 我一脸乖巧 说谎不打草稿 郎君说哥哥兄他是应该的 他不想姐姐为难 他一个人也可以的 文言 令计把书卷慢条斯理的放在桌上 压了一压 望着我嘴角带笑 活脱像只狐狸 初听不知所那意 再闻已是观中人 他既吹得一首好所那 自是明白什么时候该吹 什么时候不该吹 对吧夫人 六 令府好生奇怪 这所那声响了七天都没停过 嗨 你不知道 这令夫人是王妃嫡亲的妹妹 这不王爷头七 人正难过着呢 马车驶过长安街 卖吹饼的和卖绿帽的 正站在令府前砍大山 到了王府 我静止走到长姐院里 她正与老王爷那几十名美妾抱成一团 哎姐姐来追我呀 又妹妹别跑呀 抬眼见我来了 长姐连忙招呼我坐下 换其中一名美妾 兰儿 快把你心血做的清热水端上来 给妹妹尝尝 兰儿笑盈盈的端来一碗汤 姐姐快尝尝 这是我心血的 递给我时 手肘处露出些许结了家的红狠 通手的旧伤 竟无一处顽肤 早听闻老王爷挥拥无度 抢抢民女 但真瞧见伤口时 难免令人有些心惊 她敏感地觉察到我的目光 下意识地想缩回手 却被长姐稳稳扶住 温柔又有力 人都死透了 长姐说话云淡风轻 难得露出些狠意和果敢 谁也伤不到你们了 我喝了几口清热水 周深的鼠热散去 人也活落了些 姐姐善药 教了我们好些药理知识 我们姐妹日日温习 只盼能多学习 待过些年学成了 我想同姐姐们回乡去 作为医者 说吧 兰儿又被其他姐姐妹妹叫了去 圣鼠的日光里 前头几个姐姐 正持着团扇招他过去 笑颜娇俏 她提着裙边跑去 偶来凉风吹拂过裙摆 扬起一股清清药草香气 不媚不服低 清得原是自然的味道 过些年 真能放回乡里去 我侧身问长姐 长姐望着他们 眼里的情绪倒不明 低声说 如今这世道 坚定得宠 民不聊生 出了这王府 无人作宝 修说还乡 连京城都出不去 路上被人强掠了去 连都哭诉的地也没有 若真是学了点门道 就能自立 女人们也不必困在这后院里 逗个你死我活 如果有的选 谁愿一天生下来 就以色试人 可这世道 看不见女子 除了争宠陪笑 为人妾 为人妻 为人母之外的用处 王府墙边 竹影浮动 四风过 又四人过 长姐看着那光影 冷冷吃笑一声 后又连起一副 清纯小白花的模样 放大的音量 娇声娇气地问我 妹妹怎的消瘦了许多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死了夫君呢 我一脸惆怅 江索娜吹了七天的事 和长姐说了个遍 她拍了拍我的手 深深叹了口气 随即从屋里拿出一小匣子 从里头掏出一粒大黑丸 塞到我手里 这是伤他男人的自尊了 她欲衷心肠 找个机会 把这玩意送给她 气 马车过长安街 街上嘻嘻嚷嚷 我仔细端向 小匣子中的大黑药丸 这老王爷一轰 这二十万铁骑军 不都落到柿子手中 哼 她白日做梦 如今官家一心修仙 成日待在道观中求长生法 娘娘手掌后宫大拳 母家临时更是三朝元老 车外衣男子身着官服 满脸得意 握拳举过头顶 能不能落她手里 还得临程向画室 画音刚落 她高举着的手 不小心碰到我的马车 谁家的车部长眼 连本官都敢撞 她暴躁地掀开我的车帘 让本官看看是哪个鸟人 我来不及避开 和她打了个照面 摇她脸色一变 多了几分急色 摩搓着手 这是哪家小娘子 哎 大人 她身旁的小官拉住她 在她耳边小声说 这是令府的马车 令府 她眼球一转 上下打量我 嘲讽一笑 那想必就是令夫人了 就另进那个痴情肿 想必夫人 到现在还是完毕之身吧 热手长街上 围着看热闹的人 我无意惹事 想拉下帘子走人 可她却嚣张了起来 肥肉胖手伸过来 就要来摸我的衣袖 我还来不及闪躲 只见白鼠昼日黄眼间 一利剑穿过 她的手断在我面前 滚到我脚边 她张着嘴 还没反应过来 周围人尖叫着 杀人了 杀人了 刺客一袭黑衣 初见极快 却一副懒散姿态 明目张胆的 朝那男子脸上叼了朵海棠花 青天白日 太过乖张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 阴冷泄性的眼偏生的妖野 快快啊 抓住她 待众人反应过来时 她早不见踪影 向风过无痕 鬼踪无可循 街上乱作一团 四处流散着推散的人群 防程军快速前来 为首的将领 是我父亲门下 对我做礼 惊老夫人了 见此剑法 恐怕就是暗杀老王爷的刺客 还请夫人先速速回府吧 免再生事端 可我马车还没到家 就被人拆到了宫里去 带路的姑姑 是申公娘娘的人 我这手上的烫伤才刚好 不知道又有什么遭罪事 等着我 穿过望不见尽头的长相 没走一步 宫墙仿佛高了一寸 直压着头顶 不远处 五蟹歌楼传来丝竹声 原是宫中设宴 姑姑走在前头 领着我入席 却转眼就不见了人 你怎么来了 令计早早落作 见着我眉头微皱 她身旁坐着那位 她带回府的小娘子 正替她针灸 柳腰细软 打扮华美 反观我 一路匆忙 发丝凌乱 倒趁得她更像正气 高位上 申公娘娘面容精致 一言不发地撇着我 嘴角带笑 众人侧目朝我看来 有可怜的 有嘲笑的 其中不乏几位 是我父亲的同僚 这会儿也避开了目光 席上无人说话 可这众人满脸 却写尽了闲话 在众人目光下 我只得往那小娘子 身后的窃位坐下 偏生有人多了张嘴 夫人怎得来得如此迟 还是娘娘大人有大量 免了你的罪 哪来的宴会 连张帖子都没瞧见 这样半路将我拦了来 分明是想看我笑话 我看了一眼令吉 却见她无动于衷 只饮了小娘子献上来的酒 这倒让本宫想起来了 娘娘借机发言 接着是令大人的生辰吧 娘娘命人呈上名家字画 本宫瞧得这话 不知大人可否喜欢 我认得这话 是她苦寻不得的心头号 不知令夫人为大人 准备了什么贺礼 娘娘转头问我 一时间 众人又一次集聚在我身上 贺礼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她生辰 她余光掠过我 酒杯悬在半空 令夫人怕不是盲望了吧 深宫娘娘话里话外 遮不住嘲讽 小小薄礼 倒是不敢在娘娘面前献丑 我从袖中掏出一小匣子 无妨倒叫本宫开开眼 话虽如此 她却一脸她的礼物 哪有我好的自信 令吉有些意外 看着那匣子 眼里闪过一丝温柔 抿了抿嘴 小匣子被承到了娘娘手上 她当众打开 一颗大黑药丸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娘娘先是一愣 对着大黑药丸打量几分 而后猛地将其合上 尖着嗓子直说了声 荒唐 她看了眼令计 多了几分尴尬和迟疑 而众人则多了几分好奇和暗笑 却不敢过分瞧令大人 这会儿 她的脸比这大黑药丸还黑 我怕众人误会 忙替她辩解 平日里应是一颗足矣 无需再多 说完又补上一句 毕竟多了伤身体 爸 哎 这夫人何大人 在屋里这么长时间了 干啥呢 这月上树梢 三更已过 你说能干嘛 屋外几个守夜的婢子 巧声说话 一阵娇羞 屋内 令计坐在我旁边看书 板板正正 好似个老学究 而我蹲在地上 捣着药丸 夫君 我手酸 便是多几颗也无妨 她阴阳怪气 是吧夫人 男墨女类 我蹲着地倒大黑药丸 手都快折了 夫人最近没什么事 少往王府里跑 我阿杰也是一片好心 见你体力亏空 话音刚落 一随从在外禀告 大人 林丞相门下的官员 在长安街上被暗杀了 刺客手法如何 他起身开门 见落极快 一招致命 只是那刺客好生奇怪 非要在那人脸上雕躲花 文言 令计有意无意地朝我看来 问那随从 什么花 海棠花 招摇得好似在向谁邀功 活像药汁的孩子 就 姐姐 为什么你只给哥哥送大黑药丸 少年小脸骨气 哼哼唧唧 我为什么没有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他一大早看我蹲地倒药 便朝我讨药 笑话 就他那体力和力尽 不吃药都能要了我半条命 怎么可能给他 这又不是糖 我推开他 我再给你点别的甜头 他眼里一亮 满脸都是被我带花的小心思 院外有人通传 夫人 宫里头的姑姑来了 咱就说 少出门是不可能的 就申功娘娘照见我的次数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与她有断情 娘娘会的手段不多 无非嘲讽 热茶 静坐一条龙 宫墙深深 柳树穿不出墙 抬头见我坐下 正想说话 娘娘 我赶在她前头 我有件物事要呈给娘娘过目 她多少有些心理阴影 却又带点猎奇心态 何恶 这物事去得到礼屋去 才方便打开 娘娘与我 一前一后 进了她店内礼屋 垂漫落下 香炉鸟鸟鸟 我从袖口中掏出一条汉金 双手奉上 她捏起一脚 仔细打量 闻起来有股轻松的味道 这是何一 热乎的 我今儿个刚从她屋里顺出来的 我一脸谄媚 若蒙娘娘厚爱 我往后便多带些别的物事进来 她猛地将汉金丢在桌上 放肆 你把本宫当什么了 本宫要什么没有 深宫娘娘将我赶了出去 却也没将那汉金还我 夜里 我照例蹲在夫君书房里 倒大黑药丸 这次 少年陪在我身旁 帮我倒药 他倒得比我起劲 见夫君回府了 靠在我肩头 哼哼唧唧地说 姐姐 你都把哥哥宠坏了 哥哥怎么能舍得姐姐这般辛苦 令吉前脚还没卖进屋 听到这话 不紧不慢地笑着说 哪来的鸽子整天哥哥哥 说的什么鸟语 少年垮着小脸 挑衅似的在我肩窝上蹭蹭 好生嚣张 我被他柔软的黑发蹭了一扬 咯吱咯吱地娇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对上令吉一张冷脸 当即噤声 夫人今日又进宫了 赶走少年后 令吉边宽衣边问我 我瞧着他的礼仪 打起了小心思 夫人在看什么 他低头问我 语气不似方才那般冷烈 我有些心虚 顾左右而言他 夫君这肌肉长势甚好 他语气嘲讽 看来就他一个 还满足不了你 我面上一喜 眼神暗示他 可以吗 他喉结一滑 低头看我时 多了几分错乱 可以什么 可以再多要几个少年吗 十 一大早 令府门口卖绿帽的 碰上了麦吹饼的 大郎起得挺早 麦吹饼的叹了口气 哎 是一宿没睡着 这令府刚停了唆声 这会又没日没夜的 倒起药来 哎哟 那是你有所不知 麦绿帽的凑近了说 这倒的是大黑药丸 那位大人不行 正补着呢 马车驶过长安街 朝着宫里去 一路上从南帝来的刘民 饿得脸塌陷进去 正跪地麦子 路过人街择蛇摇头 如今官家一心求道成仙 南帝汗了三年无人管 赈债款全落入贪官手里 一贵府后门一开 丢了好些剩菜酒肉 惹得刘民争强踩踏 招致城防军棍棒驱逐 娘娘说 今日不必奉茶 上礼屋就行 入了深宫娘娘请便 我先抬锤蔓进去 姑姑们正伺候着她满发 我抬头往她床上一撇 那汗金正服服贴贴地摆在枕边 娘娘 我将昨夜里的礼仪奉上 不知娘娘昨夜里睡得可好 她瞥了一眼那礼仪 一旁的姑姑将她收下 娘娘轻轻嗓子 问我 听闻 你昨夜里倒了一晚上要完 这消息灵通得像和我一起倒似的 娘娘实不相瞒 妾心愿意乐方男子 说什么也要将她带回府中 要日见上才算好 我跪地肯妾劝说 妾尚且如此 更何况娘娘身份尊贵 她手上握拆 略抬眼瞧我 你倒是向来荒唐 我凑她更近 若真心相爱 哪里找不到理由将人带到身边服侍 娘娘遣了身旁人退下 低声同我说 你有法子 近日公外市场有官员无端被暗杀 我搭上了娘娘的手 便是她突然被杀也不出奇 换了身份静了身 卖绿帽的 今日那卖吹饼的大郎怎么没来 唉 天可怜见地 大郎他媳妇偷人 一碗毒药静活活把大郎堵死了 卖绿帽的蹲在令府前哭 大郎没了大郎 去去去 别在令府前哭好 令府护院将卖绿帽的赶走 在门口挂上了白灯笼 这咋了 卖绿帽的问那路人 你不知 那路人说 可怜令大人年少有成 竟被贼人暗杀在长安街上 王府的马车停在门口 阿姐从车里出来 静止走进我房里 我正披麻带笑 坐在床头抹眼泪 好一副淒淒惨模样 被众人围着好生劝慰 行了 别装了 阿姐遣散了人 看把你乐的 到底不如姐姐功夫深 我将帕子里的小米辣丢掉 姐姐几日不见 你怎么胖了这么多 哦 她拍了拍自己的肚皮 这不 一个不小心就有洗了 我咽了口气 老王爷倒真是老来得子 这玩意是她孙子 阿姐白了我一眼 这孩子 多少能让柿子 她早日下定决心 说吧 阿姐从怀中 掏出一罐药丸给我 你那头也许得快些动手 十二 静娘娘请便的路 我早熟透 只是这门口站着伺候的人 倒有些面声 哟 这是新来的公公呀 我提着裙子 朝她打招呼 好声俊俏 另击一身太监服 倒穿得更趁她老狐狸的气度 冷眼瞥我 语气讥讽 夫人死了夫君 模样倒越发滋润了 公公真会开玩笑 我这是伤心的紧 我捂了捂自己的胸口 夜夜需得人陪着 娘娘起了身 换我进了礼屋 你这法子倒也挺好 她散着头发 一股血松香气 我上前晚发 还是娘娘与大人命名有缘 她一脸娇羞 撑了我一眼 就你嘴甜 我低声接话 娘娘 听门官家不久便要出道惯 这法子怕是不能长久 娘娘眉头一锁 你有法子 近来紫微星一动 林丞相懒正坚果已久 真乃天龙之才 莫错失天月良机才好 大胆 娘娘呵斥我跪下 这等猪九族的话 你也敢乱说 猪不猪九族 还不是全听凭娘娘话事 我跪地腐败 首举那罐要完 我负为五官之首 当随民主 十三 重到三十四年夏末 圣上驾崩 地位空悬 外戚林相掌权 四方割剧 战乱平起 林氏门下官员接连被暗杀 剑法一致 接一招致命 剑尾刘痕 面上叼着一朵海棠花 京中人心惶惶 不敢轻易投成林相 我依旧时常进宫 面见深宫娘娘 这日碰上娘娘睡午觉 令继坐在殿外翻书 看得十分入神 眼若韩泉四月 妖术云纹腰带 上头挂着白玉 大人这身道 真是符合男宠的身份 我经过他身边 倾国倾城 也没见夫人多为我倾倒 他也不抬头 小没良心的 丧服穿了几天就不穿了 不追前程式 自然活得通透 如此我倒也放心 令继抬头看我 深深望了一眼 这一眼好似要将我的脸全记上 却又很快收回目光 一到娘娘里屋 过几日便是说忘了 近日京中多乱 大人定要护娘娘周全 娘娘醒了 我转身要往里屋走 但见她突然叫我名字 李若安 我回头 她对我说 丧服倒也不必穿了 海棠花更衬你 十四 说忘 世子清君策 除宁臣 从北地帅李家兵马 直到京中 另计手握娘娘二十万铁骑兵符 李一外合 一举大破宫门 是我一路培养你到朝中重臣 甚至信足你对我女儿用情之深 连太监男宠都肯当 临向剑大势已去 由亲卫护送 按刀挟持令计 是我有眼无珠 信了你这走狗 用情为山河 走狗为百姓 若能求得和亲海燕 死又何足兮 她朝深深宫弓墙内头 高声一喊 放剑 成千上万之剑射入弓墙之中 像极了火树花开 流光划过泼墨式的天 十五 火树花开 流光一彩 初见令计时 也是在这么个中原夜 灯火蓝山处 她一袭白衣四化 腰间挂着白玉 目冷四拳 看着我却分外温柔 李大将军说 姑娘亲一身家产 只为求娶在下 我虽为女子 却也有报国志愿 若令大人信我 我可助大人一臂之力 在下手段卑劣 非君子也 怕不能护姑娘周全 我不必被保护 若能求得和亲海燕 死又足兮 十六 心里十三年下 我在南地游玩 已是皇后的阿姐 从京中寄给我一包物诗 要我依着地址 交给一位老友 我走了好歇地 路过的乡名 送了我一筐海糖果 姑娘快快收下 今年又是丰收 吃都吃不完 依着地址 找到一处村落 我向放牛小狼问路 俺知道 俺知道 她欢喜地带我去了一处农家 她是俺们村里 最厉害的大夫 隔壁村的都找她看病 话音刚落 建议女子申杯草药 正在给老玉把卖 男儿妹妹 我换了话那位就有的名字 她起初没反应过来 但看清我模样 累就上了眼 姐姐 她和我聊了好久 聊了她如何替村民行医 江南如何好玩 在郎儿那住了一宿 她多番挽留我 我推辞道 过几日便是朔网 我要去给位朋友扫墓 可是那位大人 她问我 我点头 她便不再挽留 还劳烦姐姐替我上炷香 路不难走 年年走便年年熟 像急了那年日日入宫 见那位娘娘 日日走 日日熟 她墓碑上的草长是喜人 也怪她 当初非要选在浙江南 厚土宝地 说什么要看着南地的百姓 过上好日子 现在好了 都没人给你除草 等到我老了 腿脚走不动了 看谁还来给你拔草 惯世会使唤人的老狐狸 从前叫我捣药 现今要我除草 真是欠了你的 我蹲在墓前碎碎念 只听见后头一声轻笑 来人说 哥哥真是太过分了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姐姐 我回头枪她 你倒也走得快 一下子就找到我 我塞给她一颗海糖果 她递给我一朵海糖花 我们把她一起放在墓前 我扑斥一笑 少年问我笑什么 我说 若她还在 定要气死 番外 一 第一次见令计 是阿姐嫁给老王爷那天 飞色官服 骑马过长街 她受圣命 将我阿姐送入王府 吼呦 造孽啊 这里大将军的女儿 怎的嫁给了六十几岁的老王爷 麦吹饼的养着脖子 看那八台大叫 稳稳当当 一步一步将里头人 送进王府之中 噓 小电声 脑袋不要了 麦绿帽的 连忙捂住大郎的嘴 与热闹的前街不同 四下无人的王府后巷 草席潦草裹着一具女尸 正被人担着 准备去成交的乱葬岗丢了 这老王爷怕是自己不行 担着女尸的小丝 一脸晦气 瞥见那女尸露出的一截小臂 红痕遍布 血字发黑 全拿女人撒气 这些天都玩死好几个了 我站在长街的酒楼上 遥遥见着我阿姐的轿子 渐渐缩成一个点 渐进了王府深深大门里 好像再也出不来 我想起今早替他梳妆 穿上精美华丽的嫁衣时 屋里的奶娘嬷嬷 哭得不成气 只有我与阿姐对境相望两无言 他没哭 我没哭 屋里都是小声压抑着的哭声 外头是唢呐声 李家武将是家 在塞北威名赫赫 外敌听到我父亲名号 敌听到当今圣上名字还害怕 父亲一声只娶我阿娘一人 他常说 我阿娘甚是聪慧 军事谋略上更甚于他 可惜身为女子 空有才情 谁也记不住他的名字 自我阿娘嫁进李家 宫里头总暗月 给我阿娘送补药 一次也没落下 只是这要越喝 身体越虚 我原有一哥哥 为足月变夭折了 我出生时 阿娘差点没就回来 当时 我附卧起征战杀场的利剑 差点杀出去 却被我阿娘吊着口气拦下 他说 喝了便是 让李家生不出男的 断了后 才能安了上头的心 我父握着我阿娘的手两酒 起身进了别的房间 挥剑自了宫 他说 断不再让我娘 再受今日之苦 塞北一去 无归妻 我父出生入死 只求百姓安居 但天子宁佛 抓壮丁修高塔 只盼求得永生 九层浮屠塔下 葬的是几千魂无辜百姓 毁的是几千户家庭流离 我阿姐说没难免 我父抵御外敌 凯旋归朝 等不到封赏 只等来圣上赐婚 给老王爷当续贤 圣上说能当上王妃 是李家几世修来的福气 我父回家后 未来的几喜去一路封尘 在阿姐屋里与他坐了一宿 为父虽老了 但豁出一条性命 也能将你保下 父亲的命 是留着保护百姓的 阿姐出其镇定 父亲征战沙场 出生入死 难道是为了看 如今南地饥荒成灾 昏君不除 坚命不死 百姓一日难安 职守的驻塞北 又有什么用 忠于明君 忠于百姓 才是真正忠义 我虽身为女子 又无木兰那般武力 无法随父亲征战 阿姐望着父亲 被黄沙吹身的折痕 但我自有我报过的法子 二 阿姐引荐我见世子 是在他嫁过去的第三年 世子坐在船上 周游至湖心处 茫茫白雪覆盖 仿佛天地间 只剩这一夜偏周 世子全然不似传闻 那般浪荡 反而举止十分得体规矩 气场压的人 不由得正经危坐 他笑着看我 你阿姐本不愿 将你牵扯进来 但想要除掉灵象 做足了这场戏 我仍需一位 知根知底的能人相助 你怕死吗 他问我 怕我如实回答 那你为何还答应来见我 他仍笑着看我 眼神十分柔和 在这场戏里 你可能死在开场 死在半途 死在黎明前夜 而且谁也不会知道 你为了他们做过什么 我怕 我坦言 但我知道他们更害怕 所以我就不能害怕了 若你真的能带给他们黎明 我死在哪里都没有所谓 世子看着远处的一片空荡荡的雪 静默良久 直到血压松树 落在地上 他说 有一个人也对我说过一样的话 我问他 那人是谁 令记 三 中原夜 火树银花 我第二次见到 那个叫令记的人 他远比我想的温柔 他说 他不能护我周全 我说 我不必他护我周全 入这场大戏时 我们都明白 谁也没法护谁周全 谁也不必护谁周全 楼台上 四下无人 唯一轮明月 与远处花火 我与他 在灯火栏山处 他说 此地不宜久留 可我却留住了他 我说 成亲花烛难晚 他想必是要进宫做戏 去陪别人的 不如趁着今夜月色正好 提前完成 该完成的事情也好 他眼里带笑 夫人太过性急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夫人 我抬头看他 他又说 但耍起流氓来 却尾诗可爱 嘴上说我可爱 却没有碰我 只是望着我 想要望进心里去 四 世子手下 有位索纳吹得极好的少年 长得人畜无害 杀人不眨眼 他常说 索纳这玩意好 索纳一想 不是升天就是拜堂 世子将他交给令纪 这人是暗器 朝朝致命 但要怎么用的 让人不生意 就要看你本事了 世子还说 这人跟在令纪身边 关键时刻 或可保他一命 令纪向我提亲那天 财力还没备齐 仓促潦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不上心 长安街上都在传 他心上人刚进了宫 他转头就来娶我 是他心灰意冷 慌不择路了 那财力里头 确实没什么东西 人一刻都不敢喘息 但有些情愫 是人没办法控制的 就好像夜里 躺在令纪身边一样 令纪到处是林相的人 连深夜里 墙上晃动的 都不是竹影 而是人影 如鬼魅一般 时刻缠绕 随时被刺 我对着她的脸 想过无数次 若以后是成了 我与她能过上 什么样的日子 但我知道 自己怕是活不到 是成那天 她爱我吗 我爱她吗 有些事 不能想 也想不得 令纪说 有些东西 要先骗过自己 才能骗过别人 尤其是 对付林相那种 生性多疑的奸命 所以她说 她心里没我 她只爱深宫里那位 十分笃定 日日重复 六 这场戏里 她是豆梗 我是捧梗 她爱着深宫的白月光 我爱着吹索娜的少年 相看两眼 表面夫妻 是我们在戏中的身份设定 我一步步走进深宫里 走到那位娘娘跟前 童话 臣服 力劝 然后一步步将她送进深宫 送到那位娘娘身边 从少年状元到太监 男宠 我一步步看着她 成为世人口中唾弃的人 从有名有姓 到无名无姓 她说 在下手段卑劣 非君子也 她不能护姑娘周全 气 世成之后的许多年 世子当上了皇帝 阿姐当上皇后 那场大戏 果真如世子所言 消散在无人知的角落 却化成滋养南地的一寸土壤 还一方土地的海燕和清 后来世子和我说 她曾给少年下过一道死命 要誓死保护 持有白色海棠花之人 护她周全 她把雕有白色海棠花的玉 送给了令计 就是那个 我求取她的中原夜 她来见我时 腰上挂着的白玉 却不想 令计将玉勾在了戏差 放在那仓促的彩礼中 给了我 气 她从不曾说过一句 爱我 也从未碰过我分毫 林亮 连句道别都给不了我 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那宫墙深圆住 看不见头的暗角处 李若安 桑服倒也不必穿了 海棠花更衬你